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是《明报530》新闻时间 今天是9月9日 星期一 欢迎收看 列致民一间日拓中心 在上周五早上被一名疑似手持叫棍的男子闯入 有家长声称当时中心大约有20名儿童 警方趕到现场后将男子拘捕 正在调查启动机 初步相信是一宗随机事件 涉事的日拓中心world academy 位于Cambiello及Night Sky附近的Viking Way 据当时一名在现场的家长指出 那名男子拿了一支如此叫棍 当发现无法由前门进入日拓中心后 就改用后门设法闯入 他指出 警员在报案后 大概20分钟后到现场 该家长认为 这是一个紧急情况 警方应该更迅速地采取行动 列治文黄嘉琪警发言人Gerville Mondaire表示 由接到电话到警员到达现场 大概用了10分钟 Mondaire指出 此案是一宗随机事件 警方仍在调查该男子想进入日拓中心的动机 疑犯仍被拘留 虽然有家长指出疑犯当时拿着轎棍 但警方指出疑犯并没有武器 事发后日拓中心今天门内都有保安站干和巡邻 中心表示警方仍然在调查中 未会就事件作出评论 最近有没有发觉在嘈杂环境 较难听到别人说话 或者经常要别人重复 甚至有耳鸣的情况 如果有 快点找永明听力的专家 曠永明小姐 她有多年助听器厌配 和舒缓耳鸣经验 创新隐形AI智能助听器 有超强减杂音功能 在嘈杂环境都可以清晰听到别人说话 言证推出双重大优惠 立即致电预约听力测试吧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是加拿大最佳Outlander PHEV销售商 过源最多 价格实惠 Outlander PHEV 插电式油电混合多功能车 政府及厂方优惠高达8000元 商摩达全轮驱动 还有10年warranty和浩华设备 配备Bose品牌高级音响和前排按摩座椅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提供多种语言服务 是Google评级排名第一的 本拿比Metsubishi 销售商 本拿比上个月发生一宗骗局性侵网件 一名自称道士的男子 声称为一名年轻女士进行正化仪式 实际上就是涉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 警方最终成功将疑犯逮捕 其警表示 在上个月5日 一名疑犯在本拿比例证广场 接近一名29岁的女受害人 并提出为她进行仪式 而改善她的健康状况 然后就开车送受害人去到另一个地方 并据指在该处进行了不恰当的身体接触 期间指出 那名疑犯自称是道士和中医 受害人在同日向警方报案 局方在几星期后 在列治文另一间救贸中心逮捕了疑犯 当局表示 在8月23日 检控服务署批准了向56岁的公姓男子 以性侵犯罪名起诉 疑犯目前在多项保释限制下获释 期间不能离开被施散 本拿比王嘉琪警发言人Mike Kalanch表示 警方希望公众了解这个骗局 以防止更多人成为受害者 并鼓励任何有相关资讯人士向警方通报 下天到了 旅游回乞探亲想送优质养生产品做手信 那就要去港离行啦 它们不止有优惠 花旗森仲是百分百安产种植 还有滋保养的燕窩检系列 和丰富胶原蛋白的海芯 多份产品都有精美礼合装选购 更多产品可以到列治文时代广场门店选购 港离行连续12年成为加拿大安产花旗森指定经销商 现在更有网上服务 在网站订购就送货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国 养生健康受算港离行 电车一直为人救病的缺点就是出远门 駕駛穿州各省的長途車時 必須要額外花更多時間去計劃在哪裡停車充電 比試省府宣布 電動車的車主很快可以在全省範圍內 沒有續航焦慮感行駛 省府表示即將退出高速公路充電基建系統 這個系統將會沿著加美西岸的所有主要高速公路和道路 興建快速充電站網絡 每個充電站相距約150公里 由美國阿拉斯加出發 穿過比斯省 再沿著西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國加州 位於比斯省高速公路的所有充電站 將會在本月底前全面投入服務 目前全省的公共充電站已經超過5300個 省府目標是在2030年達到1萬個 月餅之味 分享之美 榮華月餅 連攝不同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La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加拿大航空公司和屬下超過5200名機師的勞資談判陷入僵局 現在已經籌劃航班停飛應變方案 加航每日航班數目多達670班 若果機師罷工每日受影響旅客數目多達11萬人 若工會執意罷工或加航宣布關廠 最早在9月18日加航飛機就會停飛 加航和代表機師的航班機師聯會的談判仍然是中行之中 但若果到9月15日仍然未有成果 資方可以關廠或勞方可以罷工 可以發出72小時通知 加航說為機師提供三成加薪 但工會說美國同業的薪酬遠勝加航 高出加航的一倍 儘管勞資雙方仍然在談判桌上 但工會談判立場強硬不肯讓步 加航發言人菲池傑拉德說 工會不應該將美國同業的待遇相提並論 主要是美國的機師不能在加國工作 加航估計一旦停止航班運作 需要7到10天才能夠重新恢復航班 加航現在正與其他航空公司相討 為有緊急需要的旅客提供轉搭服務 加航已公布勞資談判 對部分已訂了機票的旅客帶來不便 在9月15日至23日 持加航機票出發的旅客 容許他們更換航班日期 但改換航班出發日期有一定限制 溫哥華明天9月10日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一間晴雲雙間氣溫最高20度 晚間有驟雨氣溫最低13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片 作為一個跨國而賺大錢的企業 應不應該說社會良心和道德 這件事就真的要看企業本身的文化 說道德良心即是一種情操 做人如果沒有道德沒有良心 就不代表是犯法 就等於世界文明的亞馬遜電子商務平台 明知有人買了他們的的士車頂燈 假扮的士去騙人 在多人多的加拿大的士協會 要求他們負上一些道德責任 至少應該將這些標誌出售給 只是持有正規許可證的人 亞馬遜一句頂回頭說 這些燈在加拿大是合法出售 就當沒件事 亞馬遜這些的士車頂燈一個賣35元 燈底部有一條磁石條 可以很輕鬆吸附在車頂裝的士 較早前已經有位安省倫敦市的女士 晚上在多人多次搭的士 就是上菜了這些裝假狗的車 7元車費 結果被司機撈她的將deb card壓了7000多元 最近亦有位女士Chin King 搭這些假的士又被撈走了600元 用假的士騙人的個案 多人多士至去年6月以來 警方已接到919宗同類報案 總損失達到170萬元 警方認為這種騙案激增 和歹徒很容易在亞馬遜 這些電子商務平台上買到一個 好像官方的的士車頂燈標誌有關 加拿大的士協會主席安德烈維 上個月代表協會發信給亞馬遜 要求對方停止銷售這類產品 帶受被拒絕 不過亞馬遜又不是完全沒理由 更不是犯法 正如多人多刑事律師 Daniel Goldblum 所說 無疑這些的士標誌可以被用作行騙 但廚房的菜刀又可以用來殺人 但不會有人因此阻止零售商出售刀鞠 所以要解決問題就是不要隨便給人家 安德烈維說 雖然被亞馬遜拒絕了 但他不會死心 會要求其他平台 例如天貓和ebay停止賣的士頂燈 並游說省府制定有關產品銷售的法規 夏季還未完 安省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就已經來了第一場不算下雪的雪 加拿大環境和氣候變化部 在星期六晚報告 指北灣以北的63號和533號高速公路出現降雪 雖然無積雪 但樹葉和草上面都留下了下雪的痕跡 距離多倫多市以北 兩個半鐘車程的度假勝地Huntsville 亦有相同的情況 不過由於無積雪 所以氣象學家都不會將它定性為第一場落雪 這場不算是雪的雪 應該不會在多倫多地區出現 因為到本週稍後的時間 天氣更加會變回夏天那麼熱 加拿大環境報預測 本週三和週四 氣溫會回升到攝氏27、28度 加上濕度 體感是有如攝氏30度 攝氏20多度的天氣會一直持續到今週末 不過到了星期日下午可能就會有雷暴 而9月22日就正式帶入秋天 之後何時才正式落第一場雪 氣象學家就未作出預測 聯邦新民主黨和自由黨解約 黨魁祖免成說原因之一 就是杜魯多向貪男的企業低頭 那麼祖免成本人又算不算是一個貪男的人呢? 在安省省長福特的眼裡 祖免成絕對是貪男 他簡直就說祖免成是一個貪男的政客 你真是不知道福特說話口直心快 有那句說那句好 還是說他口沒遮難 說得出就說好 福特今天在外德華 王子島宣布為新的食水處理廠撥款的時候 他除了罵祖免成貪男之外 他還賭 祖免成是不會提前舉行聯邦選舉 因為這樣就可能會令到他領不到豐厚的加拿大退休金 祖免成上個禮拜退出聯邦自由黨的協議之後 外界猜測是可能提前大選 但福特就說祖免成只不過在放煙幕 他不會在2025年10月之前離開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政客是想拿納稅人的錢 對這些貪男的政客來說 沒有東西比拿養老金更加重要 祖免成在2019年10月當選 如果他提前舉行大選 我會站在這裏向所有貪男的政客道歉 所以我敢輸到他是不會做任何事的 祖免成預計可以在2025年10月 即是下一次聯邦選舉預定時間 他就可以合資格領取國會的養老金 不過無私不法公論 福特這麼咬牙切齒大罵祖免成 其實很多人猜是跟安省可能要提前舉行散選有關 但福特就口硬 他說對提前省選到現在都沒有決定 但今年肯定不會舉行選舉 福特的核心團隊裏面的主流想法就是 省選要搶在聯邦大選之前舉行 因為如果聯邦保守黨真的上台 他們很可能在2026年春季的省選之前 就推出一個緊縮預算 這樣是對安省進步保守黨不利的 支聯會前副主席周恆彤在獄中環押超過3年 她日前日品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復合 質疑懲教署規定女性環押者 在下季一間活動時需在長褲 男性就可以穿短褲 涉嫌性別歧視 周恆彤提及 近年天氣很熱 女性囚有需在長褲 身體遭受到影響 所以要求懲教署廢除和更改規定 日品壯指 《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人權法禁止性別歧視 但懷額者在監獄 男性可以在下季穿短褲 冬季穿長� 女性就被剝奪在下季穿短褲的機會 構成性別歧視 懲教署沒有合理解釋男女差別待遇的理據 顯示政策荒謬之處 周恆彤一方表示 幾乎所有的監房不設冷氣 部分監房甚至是不會開風扇 女性囚有需要在酷暑穿長褲 身體影響不言而喻 周恆彤要求法庭宣告懲教署的決定違憲 並廢除規定 女化局首個中秋主題無人機表演 將於中秋夜17日晚8點舉行 屆時會安排1,000架無人機 將在維港上空呈現多幅具有中秋異景的動態畫面 包括玉兔、燈籠、月餅、火龍等 以傳遞節日的祝福 另外今年大黑無火龍將於下週一起 一年3晚也就是16至18日晚7點半舉行 並會擴大表演範圍和增持維園直播 希望吸引更多的市民和遊客參加 本年度的大黑無火龍表演範圍將由緩沙街 新延至銅鑼灣道 並增加定點表演區和維園直播專區 表演亦將於17日晚10點半以至維園舉行 除了傳統火龍約100名小朋友 將合力舞動長約20米 又約1萬顆LED燈點亮的小火龍 象徵傳統習俗的傳承 盛匯亦首次引入花式跳繩和螢光雙節棍等表演